Hello, 我是Jazz 我是Avi 接下來我們會介紹一個BE全新的功能叫MyHome MyHome希望每個會員都給予一個個人頁面 個人頁面除了可以輸入自己的項目外 還可以管理一些伴侶 甚至上載一些相片和其他BE的資料 甚至不是BE的朋友去分享 所以其實都很有用 作為他們會員之間的溝通的橋樑 不是錯 究竟我如何進入MyHome的地方呢? 其實很容易 你就是在Members的地方 登入自己的帳戶 登入之後 你就會看到不同的Layout 只要在左邊會看到一個小屋 那裡就寫著MyHome 你按進去 對 對 按進去之後 就會看到你自己的帳戶 哦 進去不同的領域 沒錯 以前沒有出現過的領域 哦 對 其實除了一些general的帳戶 例如你喜歡什麼電影 你本身有什麼個人網頁之外 左邊你會看到一個beauty和fashion的按鈕 那就是你們關於beauty和fashion的一些資料 那其實你也可以按Edit這個按鈕 嗯 那就去編輯 對 編輯或者修改你個人的一些簡介 好啊 因為剛才我看到也很想填 對 例如現在在fashionprover那裡 可以填一下Jazz對於時裝的一些感覺 暖打暖打 哈哈哈哈 那就按apply 那就可以了 嗯 嗯 看看 嗯 接下來我現在最想做的就是 再加ivy做buddy 因為我現實中是朋友 你也是be的會員 那應該怎樣加你做我的bebuddy仔 對 首先就像Jazz剛才所做的 先去他的myhome 那出去之後呢 就會看到navigation bar上面有個buddy的按鈕 按了進去呢 你就會看到左邊也有幾個按鈕 你就按search 對 那如果你知道你朋友的名字呢 就更簡單 你只要按了search之後呢 就打回他的名字去找他出來 那就OK的了 可以叫Jazz先示範一次 對 去到buddy 然後search 好 先打回他的名字 對 那是be Git underscoreive 好 對 哇 立即找到你的名字 對 沒錯 那只要按右邊粉紅色 add as friend這個按鈕 他就會問你是不是真的要確定 加他入buddy 那就按確定 那我可以去回我那裡 去回我的帳 嗯 你快點approve我啦 我知道需要你的approve 沒錯 那我也去回我的buddy那裡 進入了buddy那裡 其實我也會去看到 有左手邊有一辣的按鈕 那我就應該會找到 Jazz 在等著我的回覆 對了 咦 對 按了approve之後 就會看到Jazz在那裡 那我當然是approve 按了之後呢 去回我的buddylist 那我就看到Jazz 多了一個朋友 對 就在那裡 嗯 其實就是這樣的 因為最近我都去了旅行 就非常之開心 所以我在MSN 在Facebook 其實他們都有個status的位置 令到我可以打回 I love traveling 令到我的朋友 都知道我最近很開心 那其實BE有沒有這個status bar 我當然也有 那其實你在My home 你會看到上邊 有一個What are you doing 只要你按Edit的按鈕 那你就可以輸入你自己想寫的東西 嗯 嗯 對 譬如像Jazz這樣 現在正在按 因為剛剛去完旅行 很開心 就按回他的status 做I love traveling 按Apply 他就會告訴你 你的狀態容易更新 還有一個提示 對 其他人就會看到Jazz 都會有這句說話 先看一下 可以在我那裡 看看Jazz的status 是否在那裡 都看到了 對 就是這個 嗯 與此同時 其實去完旅行 我都有些照片 剛才好像說過 B這裡有個photos album 給我上載照片 跟人分享 其實在哪裡 其實你會看到 那個navigation bar 中間就有photos 那個按鈕 你按下去之後 你就會看到有幾個大的 類型 例如beauty travel等等 那為什麼你可以去 製造一個新的album 你只要按綠色的 Create Album 按鈕 然後輸入你想 想 上載那個 的Folder的名字 例如Europe Category 因為Jazz去旅行 當然是travel Prophecy 那裡就是 你想這個album 給什麼人看 例如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或者只是Jazz的朋友才可以看到 或者其實這個album 還沒準備好 我只是想讓自己看 那就是no one 我想這次 希望所有beauty的人都可以看到 分享到 那你就選 Everyone 然後按Create 對 那你就可以把你電腦裏面的相 就上載到你的album 來吧 對 那你就按開檔檔 然後就add image to album 嗯 非常快 對 那你可以再上載一張 或者 好 還有這一張 對 對 開啟 那就完成了 對 那你上載了一些照片 上去album 之外 你也可以對一些照片 做一些editing 例如 去加一些caption 給他 或者轉移一下照片 那也是可以做到的 嗯 對 那按下那支筆筆 那我caption 就出現了 嗯 其實就是這樣的 剛才我都很大方 跟大家share 這個我去旅行的照片 不過其實呢 說回來 我自己的資料 譬如我的blog的網址 和email 其實我都不想公開給別人看到 嗯 嗯 其實呢 因為都照顧各個會員 對於privacy 有不同的要求 那我們都會給大家 在privacy 那裡選擇 每一行呢 是會想讓人 就是讓大家看到 讓自己看 或者是 只是讓你的buddy看 那譬如去賣 home 這裡 按privacy 這個按鈕 那你就可以對於 每一行你的資料 都作出一個更改 你的privacy 嗯 對 對 對 尤其是blog的網址 都不太想讓 周圍的人知道 因為可能有些朋友 真的不太想讓 所有人知道 或者只想讓你的朋友知道 就可以在這裡選擇 就更多自由度 對 那你選了onlyme 那就是說 只有你一個可以看到 那個blog的網址 那就按privacy 那就可以了 哦 那不如我過去 ivy 不如你幫我查一下 你看不看到我現在的blog的網址 好啊 沒問題 那我就去到我的buddylist 然後按進Jazz的home page 那裏 哦 原來你看我的home page就是這樣 對 沒錯 嘩 現在我只看到Jazz的名字 因為其他的資料 全部都是 設置了做onlyme 嗯 不過你也可以看看 我們時裝模式 沒錯 那其實除此意外 My home那裡 雖然有這麼多東西玩 另一件事 就是說 有時候有些朋友 想賣東西 在Exchange Square那裏 但是呢 每次都要進去那裏 才再管理到自己的產品 就很麻煩 那變成現在呢 我們都在My home 有一個 tab 就是Exchange Square 那變成大家呢 如果想賣東西 或者管理自己 已經擺上去的item set 就會容易很多了 嗯 雖然我未有東西賣 不過呢 其實我看到這裏 例如我想賣東西 應該是按這個按鈕吧 沒錯 按這個紫色按鈕 就會寫著 click here to sell your items 那你其實進去填一些 對產品的資料 就可以了 就可以出現在這裏 沒錯 嗯 那今天呢 介紹My home這個功能 都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們這個全新的 發明 My home 再見 拜拜